各位鳳馨高中的家长大家好 因为疫情防疫期间 我们利用这一次线上的亲自座谈 希望能让你跟老师有做很好的沟通 那如果关于学校行政业务方面 我们也是很欢迎您直接跟相关的单位来做联络 所以我在这边为各位介绍我们各处市的主任 教务处王伯仁主任 学务处学配与主任 辅导师王慧杰主任 总务处陈欣佑主任 图书馆林敏兰主任 秘书张瓜秘书 主任教官傅友参副主教 属记主任陈池秀成主任 大家好 接下来的时间 你的小孩会跟我们一起相处 一年两年或三年 我们一起来为你的小孩 创造最好的高中学习的经验 这个环境我们一起来经营 谢谢各位 凤兴高中 欢迎 各位凤兴高中 高一高二家长您好 今天是我们的亲师座谈 相信刚刚您已经跟导师 有做过沟通 高二的家长 去年您来参加过我们的亲师座谈 或者没有来 但是相信多多少少你有听到一些 关于以后孩子升学的路 高一的家长 你今天可能第一次听到 也有可能你们之间 已经有小孩子 已经有上过大学 但是 从今年的高三毕业生开始 面临的 除了是新科纲以外 也是新的入学制度 跟现在大学以上的小孩子 入学的管道 虽然名称也是很接近 但是本质上有很多的不同 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我们会透过老师 行政同仁 或者由我本人 来跟学生讲一讲 未来升学的准备方式 但是我们更需要您 跟我们一起 跟你的小孩子 注意到之后 他要升学 有些注意的细微事项 我的小孩 也已经救赌大学 所以我知道 这个年纪的小孩子 他可能会认为我们不懂 可能认为我们都很烦 但是 本质上他还是希望 我们是关心的 但是这个关心 必须是了解了一些 真正的 要怎么做的事项以后 再去跟他做对话 小孩子也比较能接受 所以我们等一下 就有我们的教务主任 王博人王主任 特别针对大学里面 我们有一个管道 叫申请入学 这个管道 有需要用到的 以前我们会做很多资料 相信如果这边家长 有小孩子比较大的 要做一些备审资料 交给大学 在申请入学的时候 可是现在呢 他是由平常 从高一 高二 高三 每次上课 每个学期 去缴交 相关的作品 相关的资料 他有分好多项 今天我们就针对 学习历程这一项 也是里面比例最大的 来做说明 那在这边 我要先跟各位讲一下 为什么申请入学 如此的重要 在大学里面 我们的入学管道 有三个 在考完学测以后 学历测验 从今年开始 也是一种新的 学历测验 考完以后 他会拿到 一些分数 看他选考的科目 将这些分数 去报名 大学的繁星计划 或者是大学 申请入学 那新的 从今年开始 新的管道 你的这个学测分数的 国文 英文 这些还有可能 会在之后 会在用到 也就是说国文英文 你考好了 之后 他不会再考一次了 另外再考一次 这个叫做 坟科测验 是在以前的 七月 现在也是七月中 以前七月初 这是跟以往不同的考试的方式 这一路学方式 虽然名称都一样 但是时间有一点不同 他为了高三的学习完整 所以有把时间整个往后挪 那其中 报名的人数 我在这边跟各位家长报告一下 我们所有报名 高三的同学 报名刚刚讲的学历测验学测 以今年毕业生为例 有12万6千人全国 那申请入学 现在各大学 逐年再提高那个比例 像今年就有5万6千个 名额是申请入学的 那繁星计划 可能家长有的有听过 就是用在校的成绩 以百分比去比的 这个全国16000个名额 所以光这两个管道 就占超过一半以上 那这两个管道繁星 繁星计划是以在校成绩为主要的 还有可能会参着一些 各校都不一样 甚至各系不一样 会参着一些 他的在校的成绩以及学测 那我今天把重点放在申请入学 申请入学里面 有学测成绩做第一关的筛选 筛选过了 可能你就要去参加他的面试 可能参加一些其他方式 有的是团体面试 那也有的是去那边考试也有 那不管有什么方法 你一定要教你平常的这些在校的这些资料 那其中在我们大学里面 他要需要你的 像以前是叫你教整本资料 那学生到最后才做 现在就是从高一开始做 刚刚有提到 那我们王伯仁主任 教主任 他在新科刚的推动 他参与很多 他不是只有奉兴高中 在我们的高雄 甚至全国 他也都有很多着力的地方 所以等一下 由他来介绍 会最适当的 那这个学习历程 我只最后只希望各位家长 跟我一起做一件事就可以了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把小孩子教到 知道怎么做学习历程 而且知道要做学习历程 但是很可惜的 每年还是有小孩子不教 那这个是没有强迫性质的 他不像没有成绩就 没有学分不能毕业 这个缴交是学生自己的 虽然我们这样强力的去推 也跟家长讲了 但是每年总还是有少数的小孩子不教 如果有一天他报大学申请入学 那他的机会 几乎是微乎其微了 所以在这边要拜托各位家长 跟我这里关心的小孩子 是不是在每个学期末 有把这个学期的作品选好 等一下都会讲怎么做 选好然后传上去 由我们老师认证 我们只要做这件事就好了 关心一下 同学你们可以说 是不是这个学期的学习历程 有做好了没 有没有做得很好啊 有没有要不要分享一下 让我看看啊 或者是 那至少你要教哦 像这一类的 提醒他一下 做得好或不好 其实他比我们更严格 甚至我们要鼓励他 你做得很好了 不要一直觉得自己做不好 不想教 其实我们大多重要是这样子 都觉得做得不够好 不教 不会的 在我看来 他们都不错了 那我们这里提供一些范例 如果他不知道怎么做 他也可以去参考优秀的范例 等一下这边 王某文主任都会介绍 所以我就简单的讲到这边 所以我总结两个重点哦 一个是申请入学的重要性 因为他比例很大 那申请入学会用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叫做学习历程 学习历程 等一下讲题 请各位就记得这两件事就好了 希望小孩子在我们一起合作之下 最后都能迈向他要走的路 考上理想的大学 谢谢各位家长的配合 谢谢你们 再见 哈喽各位家长跟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奉信高中的教务主任王柏仁 今天很开心可以在云端上好 跟各位分享 或者说跟各位介绍我们高中生 必须要经历的一段 就是学习历程档案 那刚刚各位应该也都听到 校长的说明 跟校长的期许 现在的升学非常重视申请入学 而申请入学两个最重要的法门 第一个就是要把学测的分数考好 那第二个就是要把学习历程顾好 好所以在这边我用一点点的时间 跟各位介绍一下 学习历程档案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也许这是高二高三的家长可能比较熟悉 但高一新生跟高一的家长 对这一块是比较陌生的 好所以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学习历程 而且学习不可以没有历程 而且你经过学习一定会有历程 好首先这是我的简报大纲 第一个我还是先用比较现实的角度 先来跟各位谈谈 学习历程在升学中很重要的角色 那接下来再跟各位谈谈他有哪些内容 以及为什么要推这个东西的理念 那我们也来看看大学端他如何来看待这个学习历程档案 还有就是家长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做什么呢 好首先我先让各位想想看 就是面对12年国教新课刚好 其实他其实蛮两极的 有很多声音 有的人认为这个是一个最坏的世代 有的人认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世代 那到底好或坏 我觉得这很难讲 也要看大家看每一个人 看我们怎么在这一个游戏规则里面 玩出最好的自己 好那首先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其实我们在推行新课刚之后 有一些校友是觉得蛮羡慕的 比方说这是一个校友 他现在他已经是在欧洲的荷兰的大学在任教 他也是我们风行蛮优秀的校友 是建小大学毕业的 他看到我们在推行新课刚之后 有一些多元的课程 他就说到他不想要重读高中一次 但好羡慕学弟妹现在有这种课程 甚至他看到说我们奉兴高中现在的教师都越来越豪华 越来越高级 他说太可恶了 怎么这么令人发指 他以前都没有那么好的学习经验 那其实这个是来自教学现场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跟以往很大的不同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 那当然就是12年国教希望我们小朋友 我们的同学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性 更多的选择性 而且在这个12年国教推动的过程中 我们慢慢的发现 其实我们的课程结构越来越多元 我们把必修下降了 选修增加了 而且我们非常强调 这些所有的选修跟大学多元的进入有什么关系 而且整体的趋势是 共同考科它的比重是下降的 所以我们越来越难用考试 来衡量这个同学这个学生到底学的好不好 考试只能看到我们学习的其中一个面向 但不是全部 所以学习历程档案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我们需要用学习历程档案去看到 我们只比测验测得不到的地方 最现实的一个考量就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深大学 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叫做学科能力测验 简称学测 学测所考的就是高中必修的东西 我之前有跟某顶尖大学的教授有去对谈过了 他们就理学院的教授 他们就发现到 学测在高中考的范围是布定的必修 布定的必修 理学院他们很重视的就是自然科 但自然科的必修只有考哪些呢 就是我们高一学过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科 这四科共八学分再加上高二的探究与识座而已 那大学教授一看到就吓傻了 他说只有考必修 而且必修这么少 那个很简单 那怎么办 就是高二之后自然组的那些选修 他都不是学测的考科 那怎么办 那教授就说 那他们一定要好好的来看这个学习历程档案 透过学习历程档案 你修了哪些课 那你在这些选修课的过程中 有没有好的一些成果 他就是要变成一个非常重视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也来看看我们自然科学探究与识座 这是一个新的必修课程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上课风景 各位同学跟家长你看这学长姐们在干嘛 你看在丢纸屑吗 不是他们在丢纸飞机 那不要以为他们是在玩 那是因为自然科学探究与识座 有一个部分就是在带领同学来探究飞行这件事情 所以同学们他们是要去试着去设计不同的纸飞机 然后要去观察他飞起来的样态跟形态 OK 那我们再看看 这是他们上课另外一个风景 就是在针对飞行的原理在做报告 那这门课是必修课 所以自然组的同学跟社会组的同学也都要修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社会组 就是文主倾向的同学 他的学长姐 就是学姐们 他们其实是很认真的在报告飞行的原理 白努力定律 所以其实老师有分享到了 其实我们任教证门课的老师也是蛮资深的老师 他发现以前的老师都是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然后同学就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 然后拼命的做笔记 但我们很少有机会让同学可以停下来 然后好好的怎样去思考这些原理的背后的一些概念 是怎么出现的 是怎么演进发想而来的 然后透过同学去思考去找资料 讲出来的东西 发现其实我们同学比想象中的更会表达 更会报告 所以课堂风景就已经改变了 那这种东西 这种学习的现象 如何好好的把它记录下来 让未来的大学教授能够看到 所以同学们就必须要好好来建置这个学习历程档案 那建置学习历程档案的目的有很多 比方说他可以来协助我们发展定向 发展性向 就是让我们探索 我哪些科目是比较在行的 那也可以看到同学自主学习的成果 以及高中阶段参与的选修课程 那最后可以作为大学招生时候的选材依据 所以最现实的考量就是它是大学的选材依据 所以学习不可以没有历程 没有历程你未来在升学就输人好大一块了 OK 那我们带着大家来看看 大学申请入学要看哪些东西 我随便抓一个科系 这个是台大的经济学系 那这些资料各位家长跟同学都可以 Google搜寻关键字招联会 招联会 它就是大学招生联合会 它就是会 这边有公告的就是111学年 我们大学各科系 他学习历程要参采哪些东西 然后这些这个科系 他要参采哪些修课呢 比方说这台大的某系 他会跟你说 我要参采哪一个数学 他说他要参采数学A 所以在高二的时候 同学必须要有修过数学A这个科目 那他这边有学习建议的方向 比方说修课记录 他要看哪些东西 还要看学业总成绩 那他还要看学习历程里面的课程学习成果 那他就有说到哦 学生可以依照下列的内容 来选择最多三件 那包含了他可以看书面报告 实作作品 还有比方说自然科学领域探究与实作 就我刚刚放的那个影片 的课程学习成果 以及社会领域探究与实作的课程成果 所以你看他不是只有单单自然科学领域 他社会科学领域 他也蛮重视的 那甚至还有多元表现 包含他看你自主学习 要看你减竞赛的表现 还有没有什么证兆啊 或特殊的表现等等 那这就是他在申请入学的过程中 他想要看到高中生在这三年学到了哪些东西 所以身为高中生 我们就在这三年中 就要好好的来建置我们的学习历程档案 好那我们看一下他修课记录要看哪些呢 他绝大部分都要看布定的必修跟加深加广选修 好我们国内大学85%以上的科系都要看这些课 都是要有一些修课的记录 那甚至他还要看多元选修跟校定必修 也高达83% 所以就是我们在未来这三年要选什么课 好好的上课是很重要的 那除此之外 课程学习成果跟多元表现 他也都要非常的重视 甚至像多元表现 百分之百的科系都要看多元学习表现 好所以我们从这边就可以看到 就升学这一块 学习历程档案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除了学测的分数之外 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要有好的一个学习历程档案 那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你去面试的时候 这些大学教授们看各位同学的履历 就是你各位同学的履历 而这个履历就是你这三年来学习的一些状况 好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 学习历程档案 我们如果要看的话 有哪些地方是要很重视呢 好那第一个就是课程学习成果 那课程学习成果简单的来讲 这个就是课内的 他是课内的 课内的学习的状态 那第二个课外的就是多元表现 多元表现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是他要看我们的那个校定必修 修的哪些 或者是我们的多元学修修的哪些 加深加广选修修的哪些 这些都是属于课程学习成果课内的 那如果各位同学的干部啊 有什么干部经历 或者是担任社团的那个经历 这一种都是属于课外的多元表现 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我们还有比方说基本的那个修课记录 还有学习学习的字数这一些 就是写字传 这些大概就是我们学习历程档案 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些 课程学习成果跟多元表现 他不是无限制的哦 他是有限量的 为什么是有限量呢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种植而不种量 我们也害怕就是各个同学如果 因为如果没有去限这个数量的话 就会产生军备竞赛 比如说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同学 他可能可以尽可能的去累积这些东西 他的军火就会非常的强盛这样子 但我们不希望这个东西变成军备竞赛 所以对课程学习成果我们都有限制 每一个学年最多你只能传六件上去 传六件上去 也就是说未来各位同学 比方说高中一年级 你一年级上完这些课之后 你可能上了二十几门的课 你最多只能传六件的那个课程学习成果上去哦 而且这个课程学习成果必须要经由认课老师来认证 为什么呢 很简单 我们怕你传的这个东西是假的 因为像这种多元入学管道 以前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家说 这个很容易作弊啊 那种升大学的履历 我们可以请外面的公司来帮忙做啊 做得很漂亮 那我们就是担心 如果各位同学上传的这些课程学习成果是假的 怎么办 因此他有一个简合机制 就是一定要经由认课老师来认证 认证通过之后 他才可以上传并且提交 证明同学所放的这个课程学习成果 真的是这门课所上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讲到课外的 我们叫多元学习表现 因为是课外的嘛 所以我们可以放多一点 它的数量可以到十项 但也没有很多啦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重值不重量 要精挑细选过哦 因为你如果随便丢一个东西上去 如果人家不知道这个在干嘛 那其实也是摆放啦 还记得两年前我们第一次 在开始做学习历程档案的时候 就现在的高三学长姐 在他们高一的时候做的学习历程 我印象很深刻 我就随便到系统里面随便点了一个同学来看 然后他传了一个东西叫版画 那他一打开来看 哇 只有一张照片 一看就是手机翻拍的 连去背然后调光线都没有就是一个版画 那我就很纳闷 这个版画画的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啦 我实在不晓得 你是觉得你画的很棒 你这个版画做的很棒 可以当做一个很棒的证明 证明你美术很好吗 还是你其实觉得我这个画的好烂哦 因为看起来真的不怎么好看 所以你要证明你真的不适合走美术这一块 但你就只有放一张照片 我真的看不出来你想要表达什么 所以我们一个学习历程 我们真的要种植而不重量 不是说我随便翻拍一个东西 放上去就可以当学习历程 因为人家看不懂 那也是白搭啊 OK 好 那这个就是学习历程 必须要比较好的品质 我们再来传上去哦 那除此之外就是要一些字数啦 就是你要对你的学习 要写一些反思 还有动机 还有未来学习计划 还有自赚等等 那这个都是到高三再来写的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课程学习成果 就是课内的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放哪些 其实非常多 你从最简单的作业作品 甚至到小论文 文学评论啊 活动企划书啊 展演记录 其实实习心得都可以 那他是由浅到深 由简单到到多样 不管是哪一个 你只要能够展现学习的特色 跟亮点都可以 他的形式是不拘的 形式是不拘的 重点在于你怎么去把它整理起来 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 让我们可以看得到 你的学习 这个过程中 你怎么进步 或你怎么学到东西的 那课外的部分呢 叫多元学习表现 那这个就很多了 弹性学习 自主学习 干部经验 社团经验 近色的表现 或者做服务学习 或者有什么检定证照 比如说考英检 这一些 都可以当做多元表现哦 好 OK 好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东西非常的多 重点就是我们把这三年来的 课内跟课外的学习把它好好的累积起来 把它好好的表达出来 未来在申请入学的时候就是有利的 好 那也许大家会是思考说 学习历程档案越花俏越有利吗 好 这个不尽然 这个不尽然 重点是只要你用心完成 而且能够真实的表达出你的进步的过程 你学到的东西 那就是最重要的 这是最棒的 好 因为其实学习历程这个东西 我们要去思考 各位同学学习的过程一定是从高一到高二到高三 越学越好 那我们去想想看 我们到时候去申请一个科系 我们要提供给教授看的学习历程 一定是跟这个科系需要的能力相关的 好 所以我们要展现的就是我们在这项这个科系要的能力方面 我们是不是有学好 或者是不是有进步 能够展现我们的潜力 好 那为什么我们要很高纲的去做这个学习历程档案呢 因为在旧课纲的年代 其实申请入学也是要看履历 也是要看被审资料 只是当时的被审资料都是高三下学期在拼命的做 好 所以有很多人是那个是可以是代工的 请别人来代工 好 那那个信度就会比较差 但新的课纲我们用学习历程档案 我们这些资料都是非常的严谨的 包含学校行政人员会把学生的基本资料 要跟你真实的修课记录跟分数 要把它上传上去 那学生呢 你要负责课程学习成果跟多运表现 要把它上传上去 那老师呢还要帮忙学生认证 我要认证 这个是真的我课堂做的东西 不是假的 不是造假的 好 所以他有很多从的关卡来做把关 而且他每一年 就会把它提交到教育部的中央资料库 所以我高一学的东西 我高一的学习成果 我高一结束之后到高二的时候 他就直接送到教育部的中央资料库 好 那个你再也不能改了 因为你高一已经上完了嘛 已经学完了 但是再也不能改 好 所以他就是一个真实的记录 比较真实的记录 好 那我们的课程学习成果跟多运表现 他怎么去提交跟上传呢 好 基本上我们都要先经过同学的整理 好 整理好之后上传 好 那我们最大的差别就是课程学习成果 他就是课内的那一块 课内的那一块 他要经由老师认证 就证明说 这个真的是这个同学在我的课堂上 他学了我的课堂之后做出来的东西 好 所以是可相信的 可相信的 经过老师认证之后 好 然后到了这个学年结束之后 学年结束之后 我们就要勾选 好 勾选 我们刚刚有讲到课程学习成果 我们一年只能勾选6件去提交 那多元学习表现可以勾选10件 提交上去 就提交上去 然后提交上去就封存了 封存了就再也不能改了 好 那我们这一些课程学习成果跟多元表现 他就是一个电子档案电子档案 那可以是哪些格式呢 他可以是文件像ptf 可以是影音档案像mp3mp4 那还要拜托大家要写检数 好 那我们这些文件每一件都有他的那个固定上传的那个档案上线 比方说文件的话呢 他上线是4MB 那影音档案是10MB 那各位同学不要觉得说好像看起来很小 那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目前体南大学中央资料库 他们有经过一个统计的 全国目前有上传的同学 他平均的档案大小大概700多K而已 这是全国的平均 所以其实代表说700多K的一个pdf档 其实就已经相当够用 而且可以呈现大家的成果 不过呢 除了档案之外 各位同学 就是各位家长也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东西上传上去之后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减数 什么叫减数呢 各位同学或家长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 比方说在看那个新闻网页 我们看到哪一个新闻会想点进去 就是那个标题有吸引力的嘛 对不对 而且网路上不是有很多那种农场 网站吗 为了要骗点击率 所以他标题都会写得很耸动 或者说很诱人 很诱人想要让人家点进去 那这个很诱人的这个减数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减数文字 他每一件作品 我们都可以为他写100个字的中文字 当做减数 当做减数 那这100个字 他有一个重点就是要 严减意该 又有吸引力 他可以当做一个标题的 简单说明 这个在我们到时候大学申请入学的时候 这个就是要吸引大学的口试委员 要点进去 因为其实我们的大学 每个科系要面试的考生那么多 那每个人只能上传三件 应该说上传三件的那个 课程学习成果给这个科系看 那有那么多件 我要看哪一件啊 因为他不一定 他不一定每个考生都会觉得有兴趣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这个学习历程档案的那个减数要做的好 做的好 教授才会点进去啊 因为如果你这个文件 你这个档案做的很棒 但如果你这个减数做的没有吸引力 那就可惜了 人家看不到 所以这个减数是很重要的哦 好 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校内的上传的流程 校内上传的流程 我们刚刚有讲到 每个学期末 像那个课程学习成果 我们每一个学期 会让同学上传六件课程学习成果 就是课内的这一块 每个学期可以让同学上传十件 多元表现就是课外的那一块 那这个是学期哦 所以上学期会有六件课程学习成果 会有十件多元学习表现 那下学期也一样 所以我们一年最多会有12件的课程学习成果 可以同学来上传到校内的平台 那多元表现会有20件 那通常到了暑假的时候 比方说高一升高二的暑假 我们就会让同学来勾选 你要从这12件课程学习成果里面 勾选6件 要提交到教育部的资料库的 所以有一点像是我们就是每个学期 让同学挑你的学习里面最棒的6件 先上传先上传到学校 然后学年末的时候 学年结束的时候 我们再从你这上传的里面 再去精挑细选最后的6件 要提交到教育部的中央资料库 所以一年可以有6件 课程学习成果 那3年你最多就可以有18件作品 18件作品 那这18件作品就是到时候 我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我们要从里面去挑 挑最好的几件 来组合成我们的备审资料 我们可以这么想 这些东西这个学习历程档案 就是到时候我们在做 申请大学的时候的履历 所需要的资料库 它是个资料库的概念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就来看看 我们这个学习历程档案 怎么来帮助大学来选材呢 我们大概可以比较一下 以前 旧科刚时代我们叫做备审资料 备审资料我们是 自己在高三下的时候 自己做一个PDF档来上传 那他有很多确定 就是第一个 每个科系的绞交的类型都不一样 所以同学在准备起来就很辛苦 比方说他要 这个科系可能要准备某个证照 那个科系又不用 那个科系要看自传 这个科系又不用 那个科系要看读书计划 他又不用 所以他项目是不统一的 那目前学习历程档案就是统一上传 我们有统一规定 那上传的项目 所以学生资料的性度是增加的 因为经过教授的认证 而且准备时间也不一样 旧科刚的同学 他们都是三下高三下 才去回想 我前面两年半到底怎么学习的 甚至他们就会去想 我参加过很多比赛 奖状不见了怎么办 那个时候就在准备就很慌 所以我们学习历程档案就是 每一个学期就逼同学 真的是逼同学 逼同学你就要把这个学期的学习成果 就要累积起来 整理起来就要上传了 这样虽然每个学期都会累一次 但总比你到高三下 然后很慌乱 然后找不到资料来的好得多吧 然后接下来内容格式 都是已经标准化了 我们不用再花太多的时间来做排版 因为你也不需要排版的好 OK 而且在大学审查的部分也更系统化 所以应该说是在一个比较公平的 一个平台上让大学教授来评分 好 OK 所以这一个讲到这个评分 大学端他们会有一个叫 学习历程评分的辅助工具 也就是说到时候 所有大学教授都在同一个平台上 来看各位同学的履历 所以不会说有人做的比较花俏比较厉害 他就比较吃香 不会这样 至少在这个平台上 大家都是公平的 都是公平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就是那个平台 跟过去的被损资料的差别 这是那个大学评分系统的一个 一个算是一个截图的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公版的一个画面 所以全国的科系看到的都是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你的修课的成绩 还有你这个修课的百分比 你是在这个学校的成绩 在这一群学生里面修课是算 比较顶尖的还是比较落后的这样子 这个都可以取代掉 过往的那个履历都是一个一个的pdf 那大家格式都不一样 封面都不一样 真的是眼花缭乱 所以才会有传说中 以前的大学教授都是用电风扇吹的 看谁的履历吹得远这样 因为实在太眼花缭乱 但未来不会 未来是比较标准化的 好 而且像以前每个学校 每个高中的成绩单都长得不一样 他很难去看说 比方说一样都是选修化学 或者是化学的多用选修 这个学校他开的年级不一样 分数比方说一样都达90分 我怎么知道在这个学校90分 是厉害还是不厉害 所以新的这个系统 他其实有一些量化的图表 比方说一样都是90分 但他可能在这个班上排名 就是真的是中间而已 另外一个学校可能就是顶尖 所以这样子可以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统计报表 可以让教授参着 你真的是在这个科目上是学的比较好的 好 那甚至 甚至我们还有对竞赛检定等等 可以让主办单位去勾计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比赛是不是比较值得参考的 因为一般通常比较值得参考的那些竞赛 都是教育部举办的 所以如果各位同学有参加这种教育部举办的 全国竞赛 那他的参考价值 教授就会知道他的参考价值就是比较高 会比民间办的一些比赛还要来的 有参考价值 而且这个学习历程的评分平台 他还有一个更严谨的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各个学校都会开一些所谓的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 那这种校本课程其实每一个学校 他开的科目都不大一样 像多元选修 我们有开很多多元选修 那这些多元选修 我怎么知道你那个在学什么东西 那不用担心 因为这些老师们在规划课程的时候 都有设计课程的那个规划表 课程纲要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课程的科目主性 他的那个教学大纲 还有18周 每个18周每一周的那个教学纲要跟进度 那教授点击来就可以知道 我们这门课在上什么 所以他就会知道 那我可以知道你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套非常严谨的系统 对大学教授取材方面 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客观 而且可信度高的一个平台 好 所以他其实把很多以前的一些像流水帐 作文大色的东西 都慢慢的去连结好 去连结好 好 而且这样最重要的就是其实他避免了以前高三下急救章 而且因为格式不统一 造成会有所谓的军备竞赛或火力展示 造成申请不公平的现象 所以他其实很大一部分是要处理掉 或者是说把以前 申请入学的一些大家觉得不公平的地方去把它取代掉 或者是一些没有效率的地方把它取代掉哦 好 所以我们大概整理一下 我们在面对学习历程档案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些正确的观念 好 第一个 这个学习历程档案到时候会作为被审资料的一个成果组合 好 所以我们不要聚系名誉 好 他是重职而不重量 他没有办法军备竞赛 好 因为我们的数量上限是有规定的 那第二个 好 我们在申请这个学系的时候 他只能看到学生勾选的那个部分 他没有办法看到学生全部的那个表现好或坏 他看不到 他只能看到学生去挑选 我认为这个科系需要看的东西 跟这个科系相关的东西这个样子 所以他希望可以减轻大家的压力 OK 好 好 那接下来 他算是一个优化的被审资料 跟旧客纲年代的被审资料 他是一个比较优化的 而且他的上传档案是经过老师认证 可信度是比以前都来得高 好 那如果身为一个学生 各位同学你要做什么 第一个 就是要了解学习历程档案对自己的重要性 而且要学会学习历程档案平台的相关操作 好 所以为了要能够达到这一块 我们在高一上学期 我们每一个班级都有规划一节课的时间 那我们都会请那个老师带大家到电脑教室 而且带着大家操作这一个学习历程平台 我们会教大家怎么操作 而且老师会再更仔细的跟各位同学介绍学习历程的一些重点 好 那 那 各位同学可能也会想说 那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我要到底到底要怎么做 要怎么上传呢 那其实各位同学到时候 你在上课的时候 你就去想一下 我这一个学期的学习里面 哪些课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 我们每个人的性向词都不一样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 哪些课是我们喜欢的 或者说 哪些课我学的比较好 那通常这一种课 比较容易产生 比较好的那个课程学习成果 所以大家到时候在整理学习历程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在反思 那些课我比较喜欢 或者是 学习起来比较有心得 比较有说获的 那 其实也在帮助各位同学 探索自己的兴趣跟生涯的定向 好 所以透过整理学习历程的过程中 我们也是在帮同学找方向 然后最后 就是在要配合学校规划的时程 来上传跟勾选自己的课程 学习成果跟度用表现 好 那接下来 如果是家长 各位家长该怎么做呢 第一个 当然也是了解学习历程档案的重要性 因为它很重要 所以我们才特别在亲师座谈会的时间 这个晚上 我们特别制作的这一个简报 要跟各位家长来告诉跟分享 那第二个就是透过孩子的学习的状况 也要关心一下孩子的学习过程哦 因为不管怎样 像我们的经验 每年都还是会有一些孩子 学习历程档案什么都没有上传 那我们就很紧张哦 所以交流处注册组这边 就会发简讯给家长哦 家长你可能就会收到简讯 柜子地某某某 你的学习历程档案完全都没有上传哦 那要请你来关心一下孩子为什么没有上传哦 一定会有一些原因 是忘记的呢还是不大会做哦 那我们就是要了解一下 一起帮助我们的孩子哦 希望可以上传哦 那有的孩子会说 有的同学会说啊 不要啦 我懒得做这个好麻烦哦 我到时候考试就好了啦 直考就好了哦 那这个风险很高哦 因为未来 透过考试分发 也就是你要考那个 7月中 7月17号的分科测验 然后 之后在8月再来做分发的那个考试分发 它的名额是越来越少的哦 因为未来升学的管道 最大的管道就是透过 申请入学 申请入学 那申请入学家繁星 推荐 未来可能会占60%甚至70%左右的比重哦 所以未来考试分发 也是传统的 我们叫 以前我们叫联考嘛 后来叫直考 新科刚我们叫分科测验 那不管哪一个 就是透过考试来分发 那个名额是很少的啦 所以我们不建议 把你们的所有的那个 升学的管道只堵在那一个管道 这样是风险比较高 那我们也希望家长陪着孩子 但是透过建制学习历程的过程中 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发现自己的兴趣 找到生涯的定向 那这样子未来在选课 或者是在制作学习历程 或者在升学的时候 其实 申请入学这个管道 教授要的是什么 我要看你这个孩子 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个科系 而且有没有潜力 所以越早能发现自己孩子的兴趣 跟潜力 其实未来在申请入学面试的第二关 绝对是最有利的 绝对是最有利的 那如何认识大学呢 未来同学会上一门课叫生涯规划 那都会介绍到这个平台叫Kaligo Kaligo 那这边就是可以帮助同学生涯定向 那我这边就不赘述 未来同学可以跟家长可以多多的去看这个网站 那除了外面的网站之外 我们学校也帮各位同学建立了一些平台 像我们在学校的学校网站就有建立一个叫凤星人的学习历程 那我切换一下 这个是学校的网页 这是学校的网页 各位家长跟同学到学校的首页的右手边 右手边这边有一些重要的入口网站 好 让我把它放大一下 这边有几个重要的入口网站 其中一个网站叫做学习不能没有历程 奉心学习历程专区 你给他点下去 点下去 就会看到我刚刚出现的那个网站 奉心人的学习历程 那这边我们就由浅到深 来跟各位同学介绍什么是学习历程 最简单的什么是学习历程档案 我们从最简单的影片 三分钟认识考招 一直到这边有一个 一个半小时的学习历程答课问 我们都可以来这个地方 就是你有空都来看一看 都来看看 好 那我们今天的简报到时候也会放在这个地方 那除了这个学习历程简介之外 他还有比如说学习历程规定 要如何了解升学进入 我们都有放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历程怎么做 因为以前我们发现 很多同学他会没有上传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上完课 但不知道怎么整理成学习历程 没关系 我们这里都有优良作品的事例 甚至我们还把台大办的一个工作方 叫浙辉儿做火学 他这边都有一些 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个学习历程的一些建议 一些建议都放在这边 各位同学都可以把它点开来看 那我们也放了一些校内做的不错的作品 因为我们有举办过一个学习历程的竞赛 那就是我们从里面还选出最棒的几个作品 比方说我这边简单来讲几个范例 比方说最简单最基本的就是一个学习的笔记内容 像这个是我们高山的学姐 她做的地理科学习历程的笔记 我简单带大家看一下 你看她的目录很简单 她就是前沿过程的减速跟成果照片 最重要的是她有心得跟省思 她的前沿就有讲到 其实以前老师就是用讲义来上课 后来老师请大家做笔记 刚开始她不大会做笔记 然后慢慢的去摸索 然后她也是提到说 这个做笔记学习做笔记的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困难 慢慢的她怎么去克服 那怎么把笔记做越好呢 第二个部分就是她过程的减速跟成果照片 刚开始她可能搭配图 自己画图做表格 然后还有心智图 后来发现她做的这些表格文字 还有地图好像都有一点太冗长琐碎 然后慢慢的她就来她试着要把它优化 把它优化 她说有第一次经验之后 发现手绘地图很麻烦 而且还有误差 她发现那我干脆把那个课本附的图册 把它剪下来用就好了 所以她慢慢的就把这个笔记就越做越好 OK甚至她还可以跟历史课所学的一些知识来做结合 也把它融合进来 那她还最后她还去剪贴 就是跟这个单元相关的时事 所以就越做越好了 所以她可以 她可以把这个整个学期的学习过程中 她把她的进步 把她的学习都整理出来 比方说她要抓出主题 理解浓缩 配合地图等等 这样这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学习历程 她有很大吗 档案有很大吗 没有 她只是一个7页的PDF 所以你们看她除了她就放了她上课 她做的笔记 还有她整理的笔记 然后再加上文字说明 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 而且还包含了反思 还要包含省思过程 是个非常棒的学习历程 那如果要再做得更好呢 像这位同学 蔡隆杰同学也是高三 她就做了一些排斑 那她一样 我们看她的目录 都会发现非常的像 她就是会有她上课的一些过程 然后最后一定要有一些心得感想 而且一定要有省思 一定要有省思 像她就做到了 她这边就放了 这个就是作业的原版 然后老师批改之后 她如何去做改进 如何去做改进 然后她最后就提到 经过老师的一些说明之后 她会帮自己整理表格 让自己学的会更清楚 然后他们还有做剧本 然后还有参加相关的一些校外的活动 所以她就可以把一些参加活动的证明也放上来 那甚至还有点cost play 这样当收命法官 然后还有校外参观 校外参观 那最后就是心得 最后就是心得 OK 像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完整的内容 再加上心得跟省思 那我们第一名的 第一名的 这是我们当时的第一名 第一名的就是 刚刚我讲的她都有做到 只是她把整个版面每边排得更好了 排得更好了 而且她更仔细 她连历程的介绍都有 她怎么去学习怎么去成长 她把整个学习的历程真的都做出来 然后最后交给老师批改 全部完成这样 像她所选择的一个名画 然后她去做二创 第二次的创作 你看她把排版的历程 她原本这样排版 这个是老师给她的回复 底色多一点 然后原画放出来 然后去做修正 然后老师有第二次的回复 然后再做修正 然后再第三次的回复等等 最后就是她把整个历程 她成长的过程都很好的做出来 然后最后她就会有一个心得 心得跟反思检讨 她会有心得感想 还有反思检讨等等 像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非常棒的 学习历程档案 我们都可以在这一个网页 奉信人的学习历程来看到 如果各位家长跟各位同学 你对奉信的课程 或者是对升学想要了解更多的 其实我们这边都还整理了 奉信的课程咨询专区 就是包含的课程地图 要怎么选课 还有像高三升学平台 这个其实是要给高三的学长姐用的 但各位高一高二的同学 不妨也看看吧 看看到了高三 我们要注意哪些东西 注意哪些东西 好 那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简报 好 那经过刚刚的介绍 就是希望各位家长跟各位同学 能够对学习历程档案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而且呢 主任这边也跟各位家长跟同学 告诉你们 我们学校的资源放在哪边 而且我们学校的网站 建制的是非常的丰富 而且再加上我们接下来 还有老师会带着你们上机去操作 那个系统 所以把这个学习历程档案一定要放在心上 因为学习不能没有历程 你要把你的历程累积起来 然后好好把它整理好 然后上传提交 然后希望各位同学到高三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料库 在申请入学的一个战场上 可以好好的展现各位的学习成果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报告完毕 也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大家